执行的話,特別注意,如果你是ANJOY STUDIO裡面的BIM 有這個32的跟64 哪一個比較OK,反正兩個都OK 只要能夠執行都OK 如果裝64,你就是執行64 它跟JDK有點關係 把它點兩下 打開之後,反正接下來它會問你一些問題 比較重要的,比較容易錯的是什麼 它會問你的SDK版本在哪裡 OK,打開了 然後 這個地方,你就按下一步 NAS,它會跟你講WELCOME,這個WELCOME,其實就是要幫你做這些東西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你的開發環節是哪一種的 Standard就是,好像是白底 如果你要那個黑底的話,用這個 黑底的話,你可以選這個 有同學是喜歡用黑底 我自己個人是不喜歡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那你就用這個Standard就好了 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大家可以偵測一下說,還有什麼地方缺什麼東西 還有呢,你的Android的SDK的location是不是這個 OK,特別注意喔 這個你可能要稍微瞄一下 路徑到底對還是不對 如果它是C 冒號斜線什麼什麼的話 記得喔,你就把它選擇 正確的 哪一個呢 Android的這個 SDK 記得選這個才對喔 OK,千萬注意喔 這個如果沒有選對 它會怎麼樣呢 如果你這個目錄 假如還是C磁碟的話 它就會幫你又重新從網路再下載一份全新的SDK 所以又要花很多時間 那因為剛剛已經安裝裡面有了,你就不用在網路上找 然後再來的話 還有什麼呢 這個已經有了 然後這個device 這個打勾好了 650 不過可能花一點時間 我先暫時不打勾好了 然後下一步 其實不打勾也可以run 它會幫你裝這些東西finish 那這個時候 又要再下載一次 所以其實它一直都在下載 還有你會發現明明已經裝最新版 它又跳update 那到底要update 有時候很討厭喔 你幹 乾脆 我是覺得沒事的話你就把它關掉算了 不要吵我 沒事不要update 除非必要啦 不然不要update 就這樣子 反正它一直跳update 你還是不管它 就不要update就好了 否則的話 有時候之前有同學 沒update就沒事 一update什麼事都來了 本來可以開的 便不能開 所以 要不你就重新再裝一個新的環境 像我是直接重新再裝一個 重新再下載重新裝一次 不然有時候update 這我也不確定 因為Google的東西 常常 好像會留一些bug 讓我們來除錯 那你又沒辦法除錯 所以你又一直 鬼打牆 OK好 所以這邊的話就下載 那其實下載完之後 它理論上就類似像 這個把它先取消一下 因為 就跟可惜板一樣 所以可惜板呢 做出來就像這樣子 那我把它關一下 做出來的話 那我這個可惜板 假設解壓說是長這樣子 所以把它直接執行 64的 這個 那一樣打開來嘛 打開來之後的話 如果你JDK 是OK的 就不會跳任何畫面 但是如果你JDK 不OK 它會跳一個畫面 出來 那這個跳出來之後 有沒有Version 2.3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個設定的部分 記得 你可能要在setting一下 確定一下什麼事情 你SDK路徑到底對不對 那怎麼 怎麼看你的SDK的路徑 對還是不對呢 點上面這邊 第一個連結 下面有個System的setting 裡面有個SDK 確認一下 什麼 哪個部分呢 這個 底下的 這個 確認一下你的目錄的連結對還是不對 如果目錄連結OK的話 恭喜你 你 做下一步 就不會有問題了 是怕說 他可能會 幫你把那個路徑又指向C跌的某個地方 然後他又找不到又重新再幫你下載 怕是怕這樣 所以檢查一下 確認一下 是不是在那個目錄裡面 如果沒錯的話 你就取消 就先不用理會他 我們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 環境ready了 如果你用可惜版 一下就ready了 如果你要自己安裝就照我剛剛的步驟 再來 我們接下來就開始 寫第一個專案 第一個專案呢 先按這個 Start New Android Studio的Project 所以把它點下去 然後呢 他會問你說 你的 那個Application的名稱 App的名稱叫什麼 那我們就選他取個名稱叫HoloWorld好了 你就直接 打一個HoloWorld 不過他很奇怪 他一定會幫你跳全形 奇怪 這個是 這個 這個會不知道他裡面 到底為什麼 然後你打一個HoloWorld 不一定要HoloWorld 你可以叫 Holo 什麼什麼都可以啦 然後呢 這個 Company的 這個Domain 記得就是 大 由 由小到大 所以呢 也許我們如果是 學校的話 那你就打什麼呢 先小的 就 NCU 點 EDU 再點什麼 TW 不過TW好像不用 你就這樣子 就是在 整個教育部底下 Domain的概念 那記得就是不要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預設的 剛剛那個是Sample 如果你用Sample 將來好像沒辦法傳到 Play商店去 所以這個 再來的話呢 你要放哪裡 那基本上 假設我是放在這個路徑底下 OK 我就給一個路徑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路徑 記得 裡面 不要有中文的 因為 他不Spo中文 如果你有中文名稱 他會跳錯 錯誤 OK 所以裡面的話你就放一個地方 我是放我另外一個磁碟的某一個 目錄裡面的某一個 這個 我名稱一樣是好的 我按下一步 好 然後他問你說你的版本 是要哪一個 那我就用4.03好了 那為什麼用4.03 Help me chose 有沒有 這裡面的話就是 你會發現 目前最多人使用的 還是大概4.0以後的版本 佔97% 意思說如果你是用 假設如果你寫成 寫成是你寫成6.0的話 只有4.0 4.7%的人 可以安裝你寫的 App 其他都不行 所以 這個版本意思是說 你的版本 相容於 哪一個版本 之後 OK 那 之前的 特別是 就不Spo 所以你不能選 太新的 太新的話 變成你寫完之後 沒有人可以 很多人不能安裝 比如說你可能選一個 5.0好了 那只有 40.5%的人 可以安裝 百分之 大概60的人 不能安裝 這個時候你就會有 頭痛 Play商店裡面 很多人是找不到 你的App 因為他會先偵測一下 那個 手機的版本 再確認說你 那個手機能不能安裝 所以這裡的話 我基本上我習慣是用4.03 因為97% 都可以用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 我們選一個 空的 Empty的 Activity 這個 用預設的 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 它會幫我產生兩個東西 一個是 我們的 程式 叫 Activity Name 它就是 程式 就寫在這裡 Main Activity 然後 Layout Layout是那個 版型 指的就是畫面 一個是前面看到的 一個是後面執行的 有沒有 前面是V 是畫面 View View的部分 Activity 就是Java 實際上它就是一個 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的話呢 其實就主要 控制畫面要怎麼樣運行的 一個類別 Main就是主要的 Activity Activity 顧名是C 活動 活動就是你要怎麼讓這個畫面去 秀什麼東西 一定會有個 Io的互動 OK 那就這兩個東西 當然一般 我們在撰寫程式的話 概念都一定會有三個 一個是M 一個V 一個C 這個V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指的是這個 畫面 C的話呢 是指的是這個 控制 那M的話指的是資料 資料可能可以放 一個變數裡面 一個陣列裡面 或者放一個 XML檔案 或者放資料庫裡面 所以這種設計的概念 廣泛的 在各個 有沒有 不只是用在 Android裡面 其實在 Visual Studio 各種 其實開發環境 這是主流 所以大概有概念 因為我們M 現在還不需要 好了Word 其實 大概就那幾個字而已 所以還不會用到M 然後Finish 完成了 第一個動作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幫我做什麼 他會幫我建一個新的專案 然後呢 就會幫我打開這個環境 OK好 不過 速度 因為我電腦是i5的 我RAM是16G SSD 如果你希望更快一點的話 可能你要再多花一點錢 那 OK 不過我是覺得還好 就是他還是 沒有那麼快 但是還是沒有慢到那種程度 所以還沒有那種急迫性要換電腦 但是如果你 做剛剛這個動作 會感覺很慢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考慮一下 多多一點投資 好 這邊把它close掉 但是他真的需要很強大的那個 那個動力 否則的話會跑的真的是慢到一個不行 像這邊有個紅色字有沒有 其實是因為他還沒跑完 等到跑完這個紅色字就會正常了 很多同學就光看到紅色字就 就開始緊張了 我說不用緊張 其實是因為什麼 你的電腦跑太慢了 不是因為 有沒有 恢復正常了 很多時候是這樣 所以有人一緊張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是因為你電腦跑 第一步就完成了 第一步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那各位可以再來第二個就是要了解一下 開發環境 那這個開發環境 它會有兩個 第一個是 V的部分 畫面在這裡 第二個是 城市的部分在這裡 那我們一般的習慣是先把什麼 先把V的部分先 設計好 畫面 那這個畫面你可以放大 把這邊可以稍微放大 板型如果旁邊這個不要你可以切這個 切這個 這個可以切換 這邊可以放大縮小 裡面比如說我希望 這個東西 它預設這邊會有一個什麼 Hello World的一個什麼 一個 VG 這個VG 它這個VG是TestView 這個東西 那我可以怎麼去做設定呢 特別注意這邊的話有一個 把這個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我先show一下最後的結果 因為今天可能 講這個要把它全部講完了 可能時間還是有點限制 那所以呢我就直接把那個雲端上面的程式 先拿來 show一下 就是 雲端白板裡面 如果你要 回去的話 最好自己call一下那個程式 那程式的話呢 有兩段 一個是V的部分 一個是 這個這個 程式的部分 在哪裡 各位可以看 這個 Active and Man 這一段 Ctrl C 一下 假如啦 因為今天 可能時間 比較趕 所以我直接把它 貼到哪裡了 把這個TestView 它原來就一個TestView把它蓋過去 那切過來看一下 它其實有兩個more 一個是Design 一個是Test 這個你也可以從這邊打程式 也可以設計模式 然後我可以把它切到正常好了 就類似長這樣子 放大一下 那我這邊裡面就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 請按按鈕 一個是確定 按下它 變成 你按下按鈕 那怎麼讓它變 切到第二個頁面 程式寫在這裡 程式 其實也是時間關係 所以 程式在下面這一段 Main and Liberty 把這邊有沒有 從頭到尾 把它複製一下 貼過去 那底下當然還有 變化題 變化題就是 如果你按一下 假設你要讓它變 按幾下記下來的話 底下有一些變化 把它 上面名稱 這個不能蓋過去 這邊把它蓋過去 好 基本上 這樣就程式寫完了 那至於程式怎麼寫 因為時間 不夠 所以我直接 第一個 先完成 這一個 記得切到這邊 貼過去 這邊的話 有一個 錯誤 Relative L OK OK 我剛剛按L D加Enter 它也會自動幫我 除錯 好 那這樣子的話 程式就寫完了 之後呢 如果你要run的話 特別需要 最後 請記得 如果你要把它執行過去正確的話 再來請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這邊有一個叫 AVD的Manager 這個就模擬器放置的位置 那模擬器呢 這個地方 我 接下來可能要設定那個模擬器 不過因為今天我看這邊模擬器 如果你設置好的話這邊可以直接執行 把它run一下 那它會 幫我把那個模擬器有沒有 直接把它打開來 那 打開來之後呢 會跳出一個 類似手機的畫面 那再來當然我就可以把我的程式呢 直接執行到這個模擬器裡面 看到最後的結果 OK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模擬器 有沒有 這個時候手機 這裡面就有點類似一個手機的樣子 那這個是比較新的版本 我看跳一個比較 這個 你會發現啟動其實還蠻快的 主要就是我們用的是 這個是X86的 ATOM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模擬器 你不要選錯了 選錯的話 它基本上 跑的效能 其實就會 比較差一點點 那 至於模擬器這個地方怎麼設定 因為 可能今天 時間 要講完這個 可能不太夠 所以 請各位回去也許 先完成 第一個 先把Android Studio環境 先建置起來 第二個的話 再開啟一個新的專案 那專案裡面的話有分兩邊 我想各位稍微把這個熟悉一下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Witch裡面的Text View 所以你拖拉過來 那我基本上我只有改裡面的什麼呢 你會發現 就是 拖拉之後有沒有 改1 把ID改成T01 改2 把Text 改成請按按鈕 再來呢 利用這邊有個Button 拖拉到這邊 一樣有沒有 其實用拖拉的方法 這個按住不要放 它會有一個 有沒有 你可以把這個改成呢 這邊就是 B01 它的ID Text改成確定 大概就改這兩件事而已 再來就是把程式 撰寫上去 那因為 今天 時間的關係啦 反正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一次我們會再跟各位講一下 模擬器怎麼設置 那怎麼樣再把東西執行過去 那你開 頭第一個之後後面再來做就比較簡單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結束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